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把对应的两个后端都写完了 两个后端都写完之后呢 回过回来 我们来去写相对应的前端的部分内容了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前端的话还是在newhouse.html当中来进行书写 那咱们直接去相对应的gs里面 newhouse 这里面newhouse.gs 然后咱们在这边进行操作 我们在这边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咱们来看一眼 还是相对应于我们所说的页面当中呢 刚才已经提前跟大家去说过了 它包含了两个对应的表单数据 所以呢一个一个来 我们先来去说第一个表单房屋的基本信息 然后呢它是表单的数据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下拦截操作 拿过来 放到咱们的js当中来 我需要给它 放到这 需要给它进行一下submit的一个提交事件 function去注册一个函数 然后呢一上来还是先进行一下阻止 prevent default 阻止之后的话 然后呢接下来咱们是不是相当于我要去自己提交数据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提交数据的时候可以怎么来去做呢 那你首先得去通过gequery的方式一个一个这样来验证吧 对吧 这个验证我们就不写了 咱们写哪个地方呢 我们就讲不一样的地方 讲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你去想 现在在这个表单当中 有这么多的数据 通通是不是全都需要我给它提出来呀 对吧 那在gs当中有没有一种快速的方式能够把表单数据一次性给我提出来呢 有哪个东西 有讲过这个东西吗 有讲过什么 我说过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已经引入过这样的gequery 所以在gequery当中呢就有一个便利的方式 那个方式呢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表单是哪个表单呢 表单是这样的表单 form pauses info 我们把它拿过来 我把它拿 拿过来的话 然后呢表单当中有一个方法叫做series 这个array 是这个方法 讲起来的吧 这是在什么时候讲的 讲过里面讲的是吧 你现在来看 是不是拿过来了 拿过来的话都是一个一个的圆组吧 对吧 然后我们说了 拿过来之后 那里面都是这样的一个列表啊 在列表当中包含了一个一个的这样的对象 然后呢这个对象里面有name跟value吧 name代表的字段的名字 value代表里面的值吧 但是你现在看一下这样的数据 跟我后端所要去接收的那个数据的类型可不一样吧 我们说了后端当中要接收的是这样的一个 json 然后json当中可不是name等于title value的什么值 name等于price value的什么值 这可不方便 我们说了json当中的话 就是名字就是名字 件就是件 没有name跟value这样的额外 那我是不是还得把它拿过来之后进行处理啊 对吧 这个处理怎么处理啊 也讲过吗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在这里面进行处理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要做的工作 就应该是说 直接把这个数据值 也就是说把取出来一个一个的元素 然后这个元素当中呢 我把这个name等于的值 title拿回来 作为中中的件吧 然后呢 再把value所对应的这个值拿出来 作为跟它所对应的那个值吧 做成这样的方式啊 那这样的方式怎么做呢 你可以通过一直啊 或者是暴循环的方式 一个一个处理是不可以啊 那除了这样的方式之外 还有方法 什么方法呢 还有map这样的方法呢 map这方法的话 在python当中有见过吗 有 python有讲过这个map方法吗 没有是吗 那我们先来说gs 说完gs的话 那我再把python的map函数给补上 真的可能查到我觉得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一个一个来先说 咱们先把咱们钱都说完之后呢 再把这个python的map函数给大家说一下 那这个map函数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map代表映射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相当于是说 帮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列表当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取出来 然后呢我们再去调map函数的时候呢需要给它传入一个函数 紧接下来它的意思就相当于在列表当中取出来一个元素 然后呢调用我们给它传的函数 然后呢并且把这个函数的返回值再c回到这个列表当中来 然后呢再取第二个值拿出来之后呢再调用这个函数 再去执行一下再c回去 再拿出一个值再调用函数 执行完再c回去 是这样的方式 就相当于调用map函数的话 它帮助我们取值调用函数进行处理了 所以就省略了我们自己通过放循环或者一直循环的方式 一个一次自己调用了 它帮助我们调用 所以那么现在你看一下咱们怎么去操作呢 我们去想一下 刚才通过这个serialized array拿到的是这样一个列表吧 然后呢那那个在前端当中调用就直接是点的方式 map函数会是这个列表的一个相对应的那么一个方法了 所以呢就直接在列表的基础之上调用map函数就可以 那调用map函数的时候呢 它就相当于会从这个列表取出来的元素 然后呢调用函数 所以我们需要在map方法当中呢 去给它传入一个函数 那传入这个函数呢 我们实际上是不可以在这 在gs当中直接进行定义就可以啊 对吧 就像给它传入一个这样的一名函数 直接来进行定义 那我们定义这个函数的话 咱们就可以直接写了 也不用去传名字 那你去想了 这个函数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定义啊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函数的一个调用过程了吧 不是我们调用 是map函数的调用的 map函数在去调用我们给它传入的函数的时候呢 是要给我们传入一个参数的 是谁呢 就是它每次拿回来的这个数据元素传回来吧 对吧 我们在这里面就相当于这里面列表里面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对象的 map函数在进行调用的时候呢 它就会取出来一个对象 C到我们给它传的这个函数来 会作为参数而存在 所以你相当于我这个函数必须要得有一个接收值 那我们比如说把它就叫做x吧 把它叫做x 你就相当于x是谁呢 就是它取出来的那个对象 取出来一个对象 传过来掉一次 再取出来一个对象 再传过来 再掉一次 里面有多少个对象 map函数就会把我们的函数 掉多少次 传多少次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 然后呢 那紧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方法当中 要进行相对应的操作了 那怎么进行操作呢 这个map函数 它最终拿到的这些结果值 并不是 刚才说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口误 它并不是处理之后 把结果值给你塞到当中来 而是说 就相当于它仅仅把这个对象拿过来之后 执行完函数 执行完函数之后就结束了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需要在这个函数当中 做进行处理 那我们想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拿到了这么一个对象 对象当中包含内部 包含value 我们想把这个内部 这个丢应的值拿过来 想把value丢应的值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给我们形成这样一个箭直对 放到一个对象当中吧 这是我们想做的工作吧 所以这个工作怎么做呢 我们就要给它放到这个函数当中来进行操作了 所以那我要把那个最终的数据值给你放到哪里面去呢 所以我现在先找一个变量来进行接收 比如说什么变量呢 比如说把它制造的data吧 它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gs当中的这么一个字典或者叫做对象 这个对象的话 待会儿呢 我通过这个像就给你转换成这样的接收数据了 然后这个对象当中现在是空的 但是我最终要做的结果 如何结果呢 我会往这个对象里面去c c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有个title算 好了 我把它当作它的值 title 然后呢 然后呢 它的值是多少呢 这里面有一个vide 我就把这个值给取出来 作为它的值 然后呢 接下来还有一个字段 price 好了 我把它price也放到这里面 作为它的一个键 然后呢 把对应的这个value的这个值呢 作为这个price的这样值 299.99 做成这样的东西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 只不过是说 现在呢 我不通过自己这样方式了 而是通过刚才的函数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我先就留出这么一个位置 它是一个空字点 接下来 我去调用刚才这个函数 然后呢 这个函数拿到这样一个列表 我在对这个列表呢 进行map函数的调用 然后呢 给它传入 map函数的调用 我在这里面呢 给它传入一个function 我传入这个function 然后呢 方块当中 要有一个接入参数 还有一个函数体 接入参数 刚才我们也说过了 是拿到这样的对象 比如说把它的起名叫做x 我拿过来 那x也就对应的是 这么一个对象了吧 里面是不是有name属性 跟value属性啊 所以那我要做的工作 什么工作呀 那我就可以直接往data里面去c的吧 对吧 data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字眼 好了 我就把它当字眼的方式 使用方括号的方式往里面c了 那是哪个键呢 是不是就x的name东西啊 所以叫x.name 然后呢 它的值应该是多少了 它的值应该是x.value吧 好 再value 最终我再敲一下 好了 这样那个函数指就执行完了 函数指写完成的状务呢 让它去执行一下 执行完成之后 我再来看一下data这个数据 有没有发现 它一次性是不是都给我去填充完成了 都给我c完了 所以呢 这就是关于map函数了 现在能明白这个map函数所做的工作了吗 它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操作的 所以呢 这个当前所干的map呢 它是gs当中的 python也有对应的函数 它的函数名字呢 也叫做map 而且这个map函数呢 是内建函数 不需要导包 直接就能去用的 那我先把这个东西写完成之后 回过来咱们再去说 那个python这些东西 所以咱们就直接 把这个方法拿过来 去使用一下 我们在gs当中来进行操作 我们在接下来进行操作 那我们进行操作的话 刚才说了 直接这里面去提数据 提数据的时候呢 我瞬间还得拿一个空的 这么一个对象 来去进行操作 接收 这里面 这是 处理表单数据 好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那我们接下来 咱们再来往下去看一下 在拿到的这个数据当中 在拿到的这个数据当中 我们来去看一眼 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关于 刚才的 这个设施呢 如果说是这个里面 没有勾设施的时候 这里面看一下 形成的数据里面 是否没有 bicology那个字段呀 我们说了 在页面当中 这个设施呢 咱们给它起的名字呢 所有的数据框 通通都叫做bicology 所以如果没有勾选的情况下 这里是没有啊 但是 如果勾选呢 你看一下 比如说我勾选三个 勾选三个之后 咱们再来 重新的去执行一下 那个函数 我首先呢 还是构建一个空的 这种对象 然后呢 再去调一下 刚才这个方法 调完这个方法之后 紧接下来 我来看一下data当中的这个数据值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你现在来看一下 facility里面有几个值啊 只有一个值吧 我勾选了这么多 其他那些值是不是都会忽略掉啊 对吧 你看一下 原本的当中 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这里面它有一个值 这个值是多少呢 这里面是三 然后这里面肯定它还有个值 但是最终回过不来 我只剩下了一个值吧 只剩下了一个八 所以对于这个设施 我们说还得进行一下 额外的处理操作了 对吧 进行额外的处理操作了 那进行额外的处理操作的话 那咱们可以怎么操作呢 我们刚才说了 这些东西最终在向我后端形成的时候呢 你去给我形成一个列表的这样数据 是不是就可以啊 你去给我形成列表的数据就可以了 所以那就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怎么去处理呢 我就可以通过这样的jecreate的方式 把这些数据后这样的处选框 全筛选出来是不是就可以啊 所以这是你的这个前端的知识了 我通过这样处选框往外去选就可以了 那处选框是哪个东西呢 类型应该是checksbox吧 checksbox 那我现在来去看一下 拿一下 拿一下这里面checksbox当中 里面有这么多个值 那实际上我们想要去签写的话 checksbox应该是叫做什么名字呢 是叫做facility这个东西的吧 所以咱们再进行一下过滤 checksbox或者说叫做check的吧 s-h-e-c-k-d-d 直接去看一下被勾选的都有哪些check的 check的话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们实际上是不是只勾选了三个呀 但它这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四个值啊 出现了四个值 咱们再一下过滤 check当中加属性 那是哪些呢 是所有标签当中 name等于facility的 把这些签写出来 所以name等于facility 我把这些东西给你拿出来 这些拿出来的话 你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只剩下三个了呀 第一个输入框 然后呢第二个也输入框 第三个也输入框 看一下是不是这三个呀 都有三个值了 有三个值之后 那拿到的实际上是对象吧 我得把对象里面的那个 对应的y6值 是得把这样的y6值得拿出来呀 对吧 那这个y6值咱们怎么去拿呢 我实际上是不是可以 对这些东西 这些个列表的对象 来进行意识操作呢 意识操作 意识操作的话 那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我在去便利的时候 然后呢 要把这些id取回来 并且要去形成一个对应的列表吧 对吧 那咱们还是先仿着刚才方式 我先去给你形成一个列表 比如说叫做facy lerti 我先做这么一个空列表 然后呢 那我接下来再调用刚才的这个方式 拿到元素 拿到元素之后呢 我直接给你进行 意识方法的调用吧 意识方法是不是可以对于它操作 便利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给它传函数啊 对吧 传一个方式的函数 传函数的时候呢 它相当于会从这个拿到的一个一个这样的对象当中进行操作吧 那操作的时候呢 each函数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map函数 实际上是不是就有点区别啊 我们说了match函数是拿到了那个数据之后 直接就把对象往里面去传了 所以只能接受一个 但是这个意识函数 再进行被调用便利的时候 我们说的这个函数当中 是不是可以继续接收两个值啊 第一个值是 它便利到的顺序吧 是第几个元素有这样所引了 第二个才代表那个具体那个对象了吧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所以这就对象 那好了 你现在怎么操作呢 我拿到了这样的值的话 我实际上是不是要往这个列表当中进 它填充了 填充的话 你可以直接facility 直接使用facility 填充操作是否可以 使用这个push操作是否往里面压呀 那可以 还可以操作 还可以使用 我可不使用这个所以的方式 往这个空列表里面c元素 可以的 那像这个当时往里面c元素的时候呢 那c的那个下标是多少呢 刚才是不是正好便利了index的下标啊 所以就是index这个元素 我要把这个列表这个元素给你设置为多少呢 应该认为设置为这个x元素的东西吧 对吧 那我要设置配它了 那它的话应该是在哪儿了 你要注意 x拿到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input的那样的一个元素吧 那我为了拿哪里面的东西的话 我还得通过这样的jcrate的方式 往前操作吧 你说我x直接点 能点出来吗 不能点出来吧 因为x是这样的一个input 或者input的输入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跟刚才我们说的map可不一样 我们之间的map拿到的是一个一个的对象 里面是有数据的 而当前在这里面通过这样一种方法拿到x呢 是input的输入框的那为页面元素了 所以我得通过jcrate的方式 去找到这个页面的这个元素 然后呢 再把里面的值取出来吧 对吧 我通过这个value去取出来一个页面元素当中的这个value的值了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我去执行一下 执行完成之后 回过后来再看一下fizer这个列表当中 对应的数据值是不是都被取来了 所以就关于这样一点 我们把它也拿过来 这是收集设施ID信息 然后呢 对应的我们还是也给它建议一下 fizer t 比如说fizer t 它是一个 对应的一开始是一个空的列表 然后我们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有了这样的一个列表数据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列表数据 给你c到刚才那个对象的词典当中 是不是就可以啊 能明白这意思吗 刚才通过上面这种方法 我已经拿到一个对象了 然后呢 那个对象当中 我们也给刚才给大家去看到过 那个对象什么样的词典呢 data这个数据呢 是我们刚才所形成好的 这么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呢 有可能会包含fizer t 这样的数据值 但它只是一个 现在呢 关于这个应该是一个列表 正好这个列表 我们通过第二步骤的便利 是不是已经形成了 我直接把这个data里面的fizer t 这个属性给你设置为刚才的列表 就可以啊 所以咱们先来看一下 就相当于 我直接把data里面的fizer t 它所对应的这个东西呢 给你去设置为 刚才所形成的这个列表 所以就可以让大家给c进去了 c进去之后呢 那这就是一个完整数据了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就相当于 刚才咱们做的这个data里面的fizer t 然后呢 让它直接等于fizer t 执行完整之后 再看一下data 再看data里面 它所形成的数据 这里面fizer t 就是一个列表了 所以我就可以向后端 发送请求了 发送请求的话 那好了 应该是dollar里面的 我们在后端当中 对应的是这样的post方式吧 所以又得是完整形式 阿甲克斯对应的数据 去选一下url 它应该是api 写线api 为1.0 然后呢 对应的是hoses 我们起的名字叫做hoses info吧 hoses info 房屋的信息 然后呢 对应的type 请求方式 是post方式 再由contain的type type去指明一下 这是apply hason jason 然后呢 再往下走一下 data是什么样的数据呢 刚才是不是已经形成过了呀 所以呢 直接把这个 通过jason里面的stringify 然后呢 把上面那个对象传过来 是不是可以呀 转换一下 然后呢 再去指明一下 data type 后端给我传通过来的数据呢 是jason类型的 然后呢 我们还要进行一下处理吧 还要 还要去处理一下 csrf的那个东西 所以呢 要去指明一下hiders csrf 对应的 是x-csrf token 那应该是 我们在里面是不是已经给提供了一个函数啊 gap出费吧 已经有 在这里面直接去写一下 csrf token 好 这里面写完整之后呢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回调函数 s-c-c-c-e-s-s function isp 这样的一个返回值 返回值当中 我们再听做处理 然后呢 我们继续想一下 要做哪方面的处理呢 后端当中 首先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装饰器啊 这装饰器 我们来去操作 那它反问的状态码是多少呢 isp当中的 their azure number 我们上午就跟大家说过了 那种状态码是4101的 这个状态码代表用户未登陆 用户未登陆的情况下 那好了 我直接通过location.href 在前端端进行跳转呀 loge.tml 然后呢 在iOS 在iOS的话 在iOSif 比如说iisp当中的error number 它的值是多少呢 比如说就是0 这代表成功 我们再写成功的 那在其他的所有信息呢 咱们就不再处理 alert一下 所以呢 iOSP里面的error message 好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是成功的情况下 那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呢 咱们是 应该是可以把上面这个表单隐藏 然后呢 把底下的表单展出来吧 然后连同的 把底下的表单当中 图片表单里面 要用到的 那个房子的id信息 我们一块连同的 给你签出进来吧 对咱们去写一下 咱们要去隐藏基本信息表单 那对应的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是这样的一个表单了 所以咱们可以doll this 也可以在这边直接去写明 是他 点 hide的 是不是就隐藏了 然后呢 还要去显示图片表单 所以那应该是 相对于图片表单 我们起的名字呢 就叫做 这个image 所以在这里面去改一下 image 是这样的表单 表售一下 售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还要设置那个图片表单里面的房屋id字段 图片表单中的 houseid字段 所以那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眼 相对应的 这里面呢 关于图片表单当中 input的数块里面 正好有一个id值 所以呢 就把它拿过来 把它的value 设置一下 所以把它拿过来 设置一下 对应的newhouse当中 我要去操作它 houseid 然后呢 让它的 怎么设置这个值啊 是不是就value值啊 value当中 如果为空代表曲直 如果里面前有曲直 代表设置吧 那刚才 那个房屋的id在哪呢 咱们直接在那里面写吧 id应该是在 拿到的resp当中 然后呢 我们给c到哪了呢 咱们给它c到 isb当中的 data里面的houseid吧 所以应该是 isb当中的data里面的houseid 来设置一下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件操作